他就是觉得我哪怕你是中国我也捍卫这个规矩 我们缺这样的人 这样人多了 那四季就乖乖的走快迎现 那些人需要得到教训 真是 孙子应该得到教训 现在也学会说孙子了 说到道德之后 最近我们女界有一个新闻 你知道我我想了半天没想通 他是司法还是道德还是传统文化 我都没想清楚 这什么呢 陕西省人大开会 他要立一个法 正儿八经的提了一个意案 就关于性骚扰的陕西省的定义 是怎么样 他跟欧洲我们通常知道 在美国的定义都不一样 欧洲在定义的话 就是在当事人不愿意的情况 强行的产生一些性方面的要求 或者说哪怕是抑制给别人有这种 陕西省我一看挺逗 他说规定了三条 什么叫性骚扰 首先他的性骚扰仅限于女性 男性对女性 女性有时候比较强悍的女性 也愿意对男性 是是是经常有这样的事吗 你干嘛很期待的看着我 哈哈哈哈